欢迎收看十分访谈 学校为了改善设施或者环境 它就需要一定的资金 但是要进行筹款的时候 可能孩子们会相当热血 但是家长们可能就会想 想说要怎么样才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 而且恐怕也会或多或少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没错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棚里 我们欢迎教育培训中心负责人连黛玉老师 欢迎您 以及爱童学校家长支援会会长林玉兰女士 欢迎两位 两位就是妈妈 你也是家长 对对对 我们就跟家长聊 就讲到这个学校为了筹款 首先请教两位 对于学校筹款 这种做法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林玉老师 我自己本身倒是还蛮赞成这一个部分的 因为我蛮了解说 其实学校它本身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它不一定说所有的经费都足够 比如说教育部那边过来的经费 它可能有一些是不足够 可是它又希望说小孩子的环境 或者是能够给他们多一点活动 所以这些经费要从哪里来 当然就得从募款这边来 那对我而言 小朋友我的小朋友倒是蛮少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说要我们去捐款的部分 可是我其实从小就让他说他的零用钱有三个 他有三个罐子 一个罐子是他要买的东西 一个罐子是他要存的钱 一个罐子是他得捐献出去的 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希望说他有一部分的零用钱 他必须把它存下来能够去做捐款的动作 但是这个捐款只是for学校也不一定对吧 不一定不一定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要有捐款的部分 他想要 比如说上一次台湾好像有发生一个什么地震 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这个要捐出去 只是他捐的时候我会比较痛苦一点 因为里面都是挤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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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就妈妈拿过去 对他就拿给我 然后就叫我跟我说我要跟你换那个一张一张的 对 我会比较痛苦一点 对林女士作为这个家长会的会长 我想你更了解跟学校的接触比较密切 你觉得筹款是必须的吗 我本身认为如果那个方式拿捏得好 然后校方又能够用很透明化的方式 与父母沟通 然后让他们了解 筹道的款项 会不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孩子 我相信如果他们知道 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孩子 他们应该不会太排斥 然后我基本上我觉得 新加坡的学校 他们都有很好的资源 可以让他们有 可以让他们运作 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 校方应该真的要跟父母沟通 让他们知道筹款背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 刚才您提到说 这个筹款的方式如果好的话 你也会相当能够接受 那所谓好的筹款方式 应该是怎样 我本身是觉得 不应该是强制性的 可能让那个小孩 比较自发性的 参与那个筹款活动 然后他也不应该是 用断定你筹多少钱 而是看那小孩 努力的 他的那个过程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 就是说 肯定没有强制性的 领钱这件事情 对 进行筹款就是看各家 大家舒服给多少就多少 可是全班的小朋友 每一个人家里 都拿了100块出来 只有一个人的家里 拿5块10块 小朋友心里会不好受 现在探导的问题是 这个筹款的方式和目的 有时候都没有问题 可是在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作为家长还是会有压力 两位聊聊 这个压力会来自哪里 曾经遇到压力吗 我自己其实小时候 在读书的状况 因为我在台湾就读时候 是一所贵族学校 那个贵族学校里面 当然也得有筹款 而且那个筹款的 我发现大家的 那个家长的背景 因为都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捐出来的数额 有时候真的是大到 比如说那时候 不能讲多少年钱 要不然就知道 那个年纪的好 那大概他们就 大概是现在几万块 新币几万块 是这样捐的 所以你在想想说 当我每次拿到 这个筹款单子 要给我父母的时候 我在想 家里是不可能 捐得出来几万块钱吗 都是有人都不行吧 现在都不行吧 大概 然后呢 你如果只是捐个 那个五百啊 一千啊 那种感觉上 就说实在 那种感觉会有点自卑 连五百一千都会自卑 是啊 你跟人家几万块比 当然啊 对小学生来说了 对 那我心里其实会有一些 蛮自卑的心理 然后有一阵子 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自己就有点难过 然后我又不想去 发送给我的父母 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 跟我一些背景 比较相近的朋友 同学我就问他 你们都怎么助理啊 他说 没关系吗 有人捐款是非常好的 这样我们才有一个 非常好的校车可以做 这样我们的教室 才都有冷气 就快乐地享受它吧 对啊 然后如果说 爸爸妈妈来 能够捐一点 我们就捐一点了 然后我们也尽力啊 我在想 哇太好了 我的同学实在太豁达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也不会觉得说 捐多的小朋友 我看到他们 我很自卑 而是我觉得 好感谢他们 因为同传压力这种事情 不可能只有在 筹款这件事情上体现 每个人能够拿 什么样的包穿 什么样的鞋 小朋友直接一定都看得到 没有错 我注意到林女士 刚才又提到过 这个关于我们去 关注孩子努力的过程 你可以具体讲一讲 你指的是什么样的 一种努力过程 就比如如果 筹款的方式是 就是拿一个小孩的长处 比如通过表演 或者他做的一些 小工艺品 然后你就发觉 就是说他有努力 然后过后呢 他也努力地 把那些东西贩卖 然后筹到那个款项 然后知道那个过程 然后他也感觉到 非常的自信 很自豪 然后过后他也 校方也应该让他们知道 这些钱能够怎么样 帮助到那些需要的人 那我就觉得 那个过程就 是钱也买不到的 我认为 所以要可能有个 园游会啦 有个表演 通过这种形式 让小朋友可以付出 一点劳力 他们比较能够了解 那个过程 是 那连老师 那作为这个孩子家长 如果说有小朋友回来 他真的觉得蛮有压力的 我们家长应该 怎么劝导他 其实小朋友拿回来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为什么你会有压力 这一点要跟他谈 你自己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们捐少一点 你就会觉得说 你的压力的来源来自于哪里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说 我就是以我外在的一个部分的呈现出来的 让人家来看到我的价值 而不是说你自己能够去看到你内在的努力 或者是你内在的特质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家长要去关注的 是我们太去重视的是外在 而我们没有重视到说 其实一个孩子的鼓励呢 分两种 一种是外在 人家给我的正向回馈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 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回馈 我不太需要只是靠外界给我的正向回馈 对 我曾经听到有个小朋友的说法 他觉得这样他比较会多朋友 你知道吗 他会多朋友 他倒不是说要做大哥 他就觉得很多同学会觉得 哇你好了不起 好厉害 同学对理力也相看 小朋友自己感觉也好 可是我们要不要是用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可能才是家长们最头疼的问题 我知道说林女士之前 您也为爱童学校进行一个蛮有意思的活动 能不能也分享一下 基本上那不是一个抽款活动 基本上我们是让小朋友了解如何创业 然后当我们就是到购物中心 然后他给了我们一个位置 然后小孩子就去那里放卖他们所 有些是亲手做的 有些是他们就是去买回来的 然后我们就是筹了那个款嘛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也应该让那小孩知道 你们这么辛苦筹来的钱 我们就把他捐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教育的功能也大到 每一分钟每一个过程都在教育孩子 他们都明白 然后当顾客来买东西 他们也能够用这个理由来 说服顾客买多一点东西 对 那另外其实对于老师来说 我觉得他第一时间遇到的就是 所有同学在他面前 当然有的筹多一点 筹老一点 筹得少一点 林老师 就老师应该什么样的态度来给同学 我觉得其实你看 抽款本身他并没有对跟错 他本身他用意什么都很好 可是你会看到 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态度 跟表达的方式 或许有一点点欠缺周到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孩子 他收到的那个讯息就认为说 你老师把 比如说捐多少钱 跟我善不善良挂钩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 孩子会觉得说 我捐的钱少 我就不是好人 那我捐的钱多 我就是好人 所以这一个部分 其实要去注意的 其实是这一个部分 就是老师其实应该要去鼓励的是 要去赞赏的是 每一个人的付出 其实有时候可能校方也比较难一点 是例如授齐 接电授齐这种活动 你可能卖得少 你回去之后老师要问的是 你有没有努力 还是很中间偷懒 他就必须抓学生去问话 我就是那个被抓去问话的 我觉得老师是讲了一半的话 刚才林老师讲得真的很好 我觉得老师 你在公布这个活动之前 你当然要跟同情心挂钩 对 可是结束之后 你还得说一个总结 是 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功力主义 你不觉得太强了吗 说很多东西都是跟KPI挂钩 即使我现在在募款跟捐款 我还是跟KPI挂钩 所以就变成说 我有人卖啦 然后我认识的亲戚朋友多啦 然后亲戚朋友 大家的可能经济的 那个比较好一点啦 所以我酬到比较多 所以我自己 你看我的地位就比较高 没错 那这个是 不仅是整个教育 只有家长的问题 其实整个社会结构 跟价值观都扭曲了嘛 对 当然这个 为学校筹款是一件 不可避免值得鼓励的事情 重点在于把整个过程 也变成教育的一部分 那更有意义啦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 今天的话题提出看法 欢迎到 《诗称有约》面部网页留言 稍后呢 带给您下一段的内容 不要走开 待会儿见 稍后见 观众朋友 您有没有发现 前两个星期 道路旁边的树都开花 而且花朵的颜色 都非常的鲜艳朵目 真的要赏花呢 其实不用出国 在导播就可以看到 百花盛开啦 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精彩的画面 这一簇簇迷人的粉色花朵 在风中婆娑起舞 阿诺多姿 现在你不需要出国赏鹰 也能感受 岛国百花盛开的 诗情画意 新加坡常年诗夏 近几年来 在三到四月份时 竟出现了 百花齐放的现象 可说是给了我们这个 享有花园城市的岛国 锦上添花 是什么原因 塑成这个 夏中永春的景观呢 新加坡是个热带岛国 近几年来的天气 比较酷热 所以在比较干旱的月份里 花儿都开得比较茂盛 在全岛各地 目前繁花盛开的树种 有哪些呢 我们常见的紫绣球树 源自于热带南美洲 开花时片片花海 让人叹为观止 花朵有粉红色和白色 形状如喇叭 所以英语统称为朗巴树 在东南亚常见的 大花紫微 最高可达25米 花开时 一束束直立的花碎 绽放出迷人的色彩 有白色 粉红色和紫色的花瓣 马路旁常见的 黄花顿柱木 可增长到20米高 树形散状 有遮阴的效果 开花时灿烂的黄花 布满整个树冠 所以有黄色火焰的外号 在公园里 常见的黄花无忧树 虽然只长至10米左右 可是花开时 花团紧簇 橙黄色的花团 远看就像一把把的火炬 传说中 只要坐在无忧树下 就能忘记烦恼 无忧无虑 蜡肠树开花时 满树金黄 让人眼睛一亮 一串串黄色的花瓣 芬芳扑鼻 吸引了无数的蜜蜂与蜕蝶 你看那垂长的果实 像不像挂在树上的蜡肠 除了这些树种 我们常见的九重阁 在这期间 更是开得五彩缤纷 灿烂耀眼 我国靠近赤道 阳光充足 再加上人工的心情灌溉 城市里到处绿树成荫 繁花处处 新加坡享有花园城市的美誉 多靠了我们先辈的功劳 前人住树 后人乘凉 我们热带大国的大自然美景 你是否有停下繁忙的脚步 细细欣赏 有时候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注意 通过电视镜头之后 更加地让人赏心悦目 是 真的非常漂亮 今天我们现场非常高兴地 邀请到了国家公园局 道路景观处高级副处长 蔡富翔先生 蔡先生你好 你好 是 我们刚才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了 因为气候温度的关系 我们最近这两个月花朵开得非常好 这样的已经有好几年的发生了 是吧 这样的事情 对啊 这几年来因为虽然我们国 我国不处于温带 就是没有四季之分 但是我们的树木开花的季节呢 还是取决于跟气候有关 比如刚才你提到前几年呢 我们每年的三月四月份呢 都有一段很长的干旱的季节 但是通常在干旱的过后的时候 如果忽然就下一两场大雨呢 就会触发去这些花木开除 因为生理上呢 花木本身它有所谓的一种荷尔蒙 我们叫forogen就是花技术 它就大量的生产花技术 就触发了花木的 花的技术 技术对它花木就开放 那蔡先生这个 针对这样的一种自然现象 我们工业就会不会在 后期的这个种植树木方面 有一些特别的规划 其实在我们上世纪70年代 在我们快步加发城市发展当中呢 打造马路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 道路绿化的规范 所以我们就根据不同组别的道路呢 有要求不同宽度的绿化带 你问如果没有绿化带就没有地方种树吗 对 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快速公路 比如我们最自豪的是我们的ECP 对对对 ECP特别漂亮 最漂亮 因为它是快速公路 所以我们要求的绿化带会比较宽 中间的分车带不要四米宽 所以我们才能够栽种这个树形 好像一把散的雨树 对对对 而且我们在 零选树种方面呢 也注重好几点 第一当然是那个 制树带的宽度吧 因为你要有宽的制树带你才能够给那个树根发展 不单是制树带我们也要看它的空间 高度吧 比如我们把雨树搬去宽政卫山津道 那就不可能 因为山津道左右都是高楼 没有 它就没有空间形成它的树关 对 所以除了制树带的宽度还有空间呢 我们也取决于所谓的树木的价值景观 还有最后一点呢 主要点是往后呢 养护的减缓 因为如果你栽种了一种树木呢 经常要去修减 就费用就很高 因为我们是推广全国类化嘛 每次引进一个新的品种的时候 这个筛选的过程其实也蛮有趣的 对 我们在临选 我们也有引进那些 刚才谈到的 景观价值高的树木来国内 我们也不一下子去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苗埔里 适中 通常这样的要看到 因为树是很久时间的 那多长时间 通常都要六年到八年之间 观察一段子 对 所以我们都不时的时刻都去 向其他热带 亚热带地区引进这些树木 来加添我们所谓的 大陆景观的种类 对 目前我们在新加坡 普遍看到的树种会是哪些 就是雨动树 刚才谈到雨树 雨树因为它的树冠 好像一把散嘛 所以种在快速攻击是特别好 因为你只要在左右两旁啊 有空间 空间一种啊 它就照大概整二十年呢 就形成一个好像绿色的隧道 对对对 提供很好的遮影效果 这个画面上会很漂亮 对 请问现在整个发展方向方面 是不是也有一个新的愿景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我们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在积极地推广整个花园城市的建设呢 其实我们经过了大概四十多年的努力 在近几年来呢 我们在开始探讨如何把我们的花园城市 这个城市的城市提高 就是我们在转型向花园里的城市 就是City in the Garden 就是把新加坡当作成一个大花园 是 我们呢 每个人都是居住在花园里面 所以在里面我们有六大愿景 其中一个最大愿景就是 老百姓可以看到就是 如何以花木的一些特色来优化 或者深化我们的道路景观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现在呢 在深入物种多的生态区和绿地之间的公路呢 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自然镰道 就是Nature Way 对对对 这些自然镰道的都会经过植物区 所以我们就采纳本地的花木 能够吸引本地的鸟类 蝴蝶 最主要在哪里啊 主要比如巴斯利 还有 帮哥 帮哥 还有 帮哥 就是 我们会打造新加坡 最终会有大概八十多公里的这些 非常值得期待 也感谢你们辛勤的劳动 谢谢 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加美丽的一个居住环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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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十点三十分的八频道将推出财经追击 是的 请您要留意了 本节目呢将会 这个节目将会探讨 百货公司出走了乌节路 转战邻里以求生存 这会能够为百货业带来发展空间吗 另外新单元数字能说话 带你去看张艺机场怎么捍卫最佳机场的地位 好 今天节目呢也来到尾声了 欢迎您可以到市城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 同时浏览八频道的新闻题时事节目网站 重温节目以及网络独家视频 市城有约 明天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